5月21日,邵逸夫奖理事会在香港公布第16件邵逸夫奖获奖名单 三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获得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奖 每项奖金为120万美元 2019年奖项的颁奖典礼将于9月25日举行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由美国康纳尔大学教授玛利亚杰辛多德 表彰他证明脱氧核糖核酸中定点双链断裂会刺激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重组 邵逸夫奖理事会理事陈伟宜表示 现今世界上的基因编辑和用于治疗血癌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技术 均基于洁星的发现而研发 整个基因片的方法 其实可以说是建基于杰辛教授的发言 因为杰辛教授的发言能够令到我们有一个方法 可以定点在基因组里面的一个定一个地点 可以将它切开 然后再将它 一不是就将那个基因切了出来 或者是我换了基因上去 就因为有他的发言我们才可以做到这样 近期基因编辑技术在国际上备受争议 陈伟已表示 杰辛的研究仅仅是基因编辑的理论基础 不涉及争议部分 天文学奖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讲座教授 和特别项目副校长爱德华史东夺得 表彰他领导旅行者项目 旅行者项目在过去40年间 对土星 木星 天王星 海王星和外太阳系 开展了探索星际空间的任务 邵义副长理事会主席杨刚凯表示 史东项目中的宇宙辉船旅行者2号 于1986年探访了天王星 并于1989年探访了海王星 是目前唯一探访过两行星的人造宇宙飞船 现在这一项工作下来 现在人类对于太阳系比较远的一些行星的情况 第一手的资料多了很多 从这些资料 我们对太阳系里边各种行星的形成 以致会不会还有其他生命的可能性 这些问题的了解是进了很大的一步 数学科学奖则由法国索邦大学教授米歇尔塔拉格兰多德 表彰他研究集中不等式 随机过程的上确件和自旋玻璃的严谨结果 对于生活中大数据的概率评估都很有帮助 据了解 自2002年成立的国际性奖项邵逸夫奖每年颁发一次 以表彰成就超卓的科学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